接下來請傅崑崎委員、葉玉蘭委員聯合質詢 詢答時間為30分鐘 主席請院長 請蘇院長 院長 這個拜讀完啊 您2022年的這個總預算啊 這裡有幾點跟院長來討論一下 第一個蔡政府 這幾年總共增加的特別預算 包括COVID-19振興防治8400億 包括前瞻基礎建設8400億 海空戰力提升計畫2400億 新式戰機採購特別條例2472億 總共兩兆1672億 院長 名指名高 兩兆1670而已 花掉了 準備要花 正在花 未來就會花完 好 再看明年的預算書 院長 現在我們的教科文 4561億 只佔總預算的20% 但是我們的國防預算 韓特別預算 已經變成5197億 高達22% 另外 連美國 美國 都沒有這麼高的 國防預算 美國大概佔 百分之13左右 大概和台幣 美國在明年的總預算 大概168兆台幣 裡面大概有22兆台幣 是用在國防 大概佔13% 大陸 也不過 在11%的總預算 在國防 我們現在高達22% 甚至超過了教科文 院長 台灣現在變成軍國主義國家了嗎 不是 要花這麼多的錢 院長 我們花這麼多 名指名高 能夠保衛台灣嗎 委員 你那個數字引述這一個方面 其實 如果比較美國中國 台灣佔GDP的比例實在是相對低很多 而我們的周邊情勢嚴峻 保衛國家安全是第一 那 花了這麼多錢 台灣安全可以確保嗎 一定要有充足的準備 才會避免不測得發生 請問一下院長 台美安保條約什麼時候可以簽 我們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比過去改善非常多 美國注意台灣的安全 也比過去多 而且用力很大 我們非常感謝 那 相關實際上的運作 怎麼樣達到保護 國家的安全 保護周邊的安全 我相信 台美都共同努力 但是沒有安保 我們現在講實質 院長 為什麼日本跟美國 可以簽美日安保條約 為什麼台灣跟美國不能簽 因為當年在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中斷了彼此之間 國與國的關係 院長 你這個實在是 荒天下之大吉 我講的是事實 院長 你現在花了這麼多錢 能不能守護台灣 今天不是用口舌 再說能夠捍衛台灣 我沒有用口舌 最基本的就是 不是 今天美中 不管是經濟戰 還是武力戰 台灣 在這裡幫美國戰衛兵 還要自備口糧 也不是 要吃萊豬 也不是 還要自備武器 要跟美國來買武器 不是 院長 那時候國民黨執政 還要反攻大陸 台灣在第一島鏈 要反攻大陸 本席非常歡迎 最好今天就宣布要反攻大陸 我當兵的時候 時間 就是整天這樣 民進黨現在執政 什麼時候反攻大陸 院長 我欽佩你 馬上宣布 什麼時候反攻大陸 daylight的讓全國人知道 委員要聽清楚 院長 本席在這裡 再一次的強調 國會殿堂 是很莊嚴的 我一向尊重 今天花了這麼多 名指名高 到底我們怎麼有效的 保衛台灣 讓我們能夠持續的平安 美中休息地的原理 在全面的對抗 台灣應該 居於最關鍵的位置 得到美國的資源 得到大陸的資源 得到日本的資源 你認為 台灣比較需要日本 還是日本比較需要台灣 請問一下 我們得到美國很多的資源 但得到中國的是 不斷地飛機繞台 不斷地對台灣文攻武嚇 還來滲透 對 所以院長現在花了 五千多億的國防預算 未來還要花多少錢 我們對台灣的安全 絕對用盡全力 絕對保護國家安全為第一 今天我們不是用口舌在保護台灣 所以 預算是具體的數字 您知不知道 您知不知道 前天 英國金融時報已經講完 現在全世界 全世界 已經發展 繞整個地球 從南極 而不是從北極 北極 美國的防疫都著重在北極 現在成功南極 繞地球一周 然後攻擊定點 您知道嗎 我讀的資料 人類發明的武器 已經可以把地球炸毀幾百次了 院長 你是五十年前的邏輯 本席現在請問你 你知道 英國金融時報前面已經報導 雖然這個不是新聞 但是特別提醒 您知道嗎 那他還沒有報導以前 我就知道 好 現在院長 全世界 已經發展 極速飛彈的國家 包括中國大陸 包括俄羅斯 包括美國 您知不知道 現在的防空飛彈 已經完全無效 你知道嗎 有各種說法 您知不知道 傳統導彈 戰術飛彈 要打到海平面 到外太空多少公里 你知道嗎 我這個要專業了 沒關係 部長可以幫他回答 請部長 二十公里以上 多少 二十公里以上 多少 二十公里以上 部長 傳統的戰術 導彈 核子導彈 是打到 三百二十到六百四十公里以上 從外太空再下來 支線速度 在十九馬赫以上 十九倍音速 這個東西現在已經 完全不堪使用了 現在的飛彈 幾音速飛彈 不管是你高空的 煞德 神盾到低空的愛國者 都無法攔截 兩岸的距離 一百多公里 院長 不要夜狼自大 以警觀天 今天讓國人要了解 我們所處的環境 不要一再一再做一些不實的挑釁 今天我們可以安定的生活 可以得到美國日本大陸的資源 臺灣人民需要的就是安定 院長 今天日本 比臺灣 更需要 臺灣的防衛 不是臺灣需要日本 日本遠比臺灣更危險 我們什麼時候要進口日本的核災食品 院長 委員你的分析 我都尊重 因為各種不同分析 我都讀過 聽過 今天也聽委員的指教 本習今天講的都是國防部的報告資料 過去五年的本習全部都看過 本習現在告訴院長 不要把臺灣越做越想 越掏越空 把臺灣推向危險的戰火邊緣 我們從不掏空 今天美國 有些人掏空 我們不掏空 不管怎麼對抗 臺灣守護好自己就好 我們做的就是在守護好自己 請問院長 我們現在 對大陸一年初超多少錢 這個我請經濟部來跟你做報告 院長你不用請經濟部 本習現在告訴你 我們一年對大陸 我們的經貿 兩千多億美金 對大陸初超八百多億美金 對東盟初超一百七十幾億美金 對大陸初超兩兆五千億台幣 比你的總預算還要多 對東南亞RCEP 初超一百七十幾億美金 五千多億台幣 今天對大陸 對東南亞 讓我們的整體出口超過50% 院長 今天我們要去跟大陸對抗 只要他不犯我 我們沒有必要犯他 本來就是如此 但是 你今天民進黨所作所為 到底是把台灣推向戰火 還是守護台灣的安全 今天你整個 委員 你整個院長 你整個國防預算 拿了百分之二十二的總預算 五千多億 比我們的教育預算還要多 請問一下 像你這樣窮兵獨物 這顛倒劍 任何國家如果要用這麼高額度的國防預算 那需要經濟來支撐 我們整個經濟投資 才兩千六百零七億 只佔總預算的百分之十一 用百分之十一去養百分之二十二 這對台灣人民何其負擔沉重 你立論嚴重錯誤 當中國派經濟一直到台灣 你說我們窮兵獨舞 你說我們去換他 這不是我們派回去介紹他 是他派回去來自你 親入我們的ADIZ 委員作為國會議員 應該要為國家講話 不要為對岸講話 本席在跟你探討 不要再用這種框架話術 來欺騙國人 我們從不欺騙 民主進步到 基本黨綱在這裡 基本黨綱 基本黨綱民進黨我們的基本主張 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 依照台灣主權實現獨立建國制定新憲 並建立這個新的台灣國家的領域及主權 院長 民進黨什麼時候要宣布 貴黨的黨綱什麼時候要宣布 我就是創黨的黨員 當時就是我們在我們的大會 所以當時是這樣子 現在不一樣了 現在 現在不一樣了 委員既然要研究 謝謝你簽讀 那後面的也一併簽讀 我們後面還有台灣簽讀結議文 請你也簽讀一下 所以院長 所以你們的包括基本綱領跟行動綱領 謝謝 行動綱領 以台灣名義 積極爭取加入聯合國 現在這些都不完了是嗎 都在努力 都不完了是嗎 都在努力 都在努力是什麼意思 努力爭取 有一天 我們聯合國有十位 用台灣還是以中華民國 我們現在國民叫中華民國 好 所以現在 我們用中華民國 你終於承認中華民國了 好 本席再請問一下 我是中華民國的行政院長 院長 你不要用中議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來修憲 修憲是貴宴的職權 是不是要修憲 行政院可以發動 本院立法院民進黨佔絕對多數 隨時 如果要修憲的話 是制定台灣目前治權 要重新界定 台灣國家領域主權之新憲法 這個院長 什麼時候推動新憲法 我們憲法制定也好 修正也好 我們是民主國家 都依據憲法 依據修憲程序 依據民意 好 那院長 如果 你們沒有要修憲的話 請糟告國人 你們沒有改 沒有要修改黨綱的話 也請糟告國人 今天所有的台獨都是一個假議題 好 院長 你只要宣布 我們就是松華民國 台獨是民進黨 黨綱是詐騙的 沒有這回事 你只要宣布完 只要宣布完 台灣就會很安全 台灣也是就會很安定 今天民進黨用這種詐數 欺騙所有國人 不接受 台灣共和國 你亂講 如果你要宣布 要成立台灣共和國 如果要宣布 請儘管宣布 如果沒有 已經取消這個黨綱 中華民國 為主要 非常清楚說 為主要我們的國家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中華民國新憲法 名字叫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的新憲法 請明定出來 不要再詐騙我們的孩子 不要再欺騙我們的孩子 只要民進黨 我們一路走 反白從寬 實實在在 我們的國家就會很安全 院長 今天 我們讓所有國人看清楚 民進黨的本質 跟詐騙的特色 民進黨一直問總這個主題 為這個國家主權努力 我們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請問院長 您有沒有看到 蘇聯怎麼解體的 蘇聯怎麼解體的 這個 從來一黨專政 從來共產統治 都不受人民支持 您當了四年四個月 三十年來 任期最長的隔魁 院長 蘇聯怎麼解體的 你不知道本席告訴你 蘇聯怎麼解體的 就是美國 經濟負荷不了 對 經濟負荷不了 謝謝院長 你終於說實話了 我沒有說實話 我一直清楚 美國用原主的政策 包圍整個蘇聯 包括北大西洋公園組織 包圍之後 從1960年 從1960年 花了30年的時間 蘇聯 因為跟美國的軍備競賽 加上被經濟封鎖 所以最後 蘇聯整個經濟崩盤 造成整個蘇聯的解體 今天如果 我們不斷的增加國防預算 又沒有得到 台美安保條約 我們不斷的競賽下去 本席支持國防 但是你要講清楚 我們怎麼樣 用經濟做後盾 而我們的經濟 今天對大陸對RCEP 我們粗糙 超過三兆台幣 今天如果民進黨 不對國人講實話 已經沒有所謂 台獨建國 已經沒有所謂 要修新憲法 你只要講清楚 院長就功德無量 把真實的面向 真實的面向 告訴我們的國人 台灣就會很安定 很和平 院長 如果你要繼續這樣子 從兵獨武 我們國家 是不是能夠負擔這麼高的 預算 由國防預算 有沒有經濟做後盾資源 今天我們看到 已經高達百分之二十二 我們佔 GDP 是全世界最低 院長 比中國美國低 院長 院長 本席啊 在這裡啊 真的 非常非常的憂心 今天美中 兩隻大象 在對抗 美國八千多個彈頭 核子彈頭 中共六百多個彈頭 就像陳如院長說的 地球可以毀滅很多次 六百顆就可以毀滅很多次 他們軍備競賽的結果 加上美國 對整個中東二十年的用兵 花了超過三兆美元 美國就是因為如此 現在他美國整體的國債 超過美國GDP的百分之百 就陳如院長剛剛講的 佔GDP百分之多少 今天美國經濟還在稱在那裡 院長 是因為什麼 因為 以美國 以美元來結算石油 你要看到 院長你要有國際觀 要有世界觀 要有未來三十年五十年 台灣的未來 我們國家的發展 你身為這三十年來 任期最長的隔魁 你應該要看清楚 院長 接著下來 接著下來 當 歐盟的成立 歐元就是要對抗美元 RCEP完全成立 亞元也會對抗美元 非洲 非元區的成立 當 亞元區 歐元區 非元區 不再以美金來做結算 國際結算貨幣 美國的經濟 會怎麼樣的發展 大家心裡都有數 院長 台灣能不能承受這麼大的衝擊 去年十一月 石油 三十五美元一桶 現在 八十五美元一桶 全世界開始通火膨脹 我們做好了什麼準備 院長做了什麼準備 委員 你叫我看清楚 我從這邊看得比較清楚 你們聯合執行 你已經給人家用超過三分之二的時間了 你看 我看得很清楚 院長 你只要 你只要 誠實的 告訴國人 我現在講的就是事實 誠實的告訴國人 民進黨 台獨做是假的 已經不要成立台灣共和國 台灣已經是獨立的國家 所謂獨胎新憲法 也不會制定 本席就會真的給你束大拇指 謝謝 院長 你終於敢說實話 台灣就開始安全了 而且做實事 謝謝 所以 院長 剛剛本席 跟你純純教誨 你還是聽不懂是嗎 你還純純教誨 你也差不多 世界積極的發展 本席現在就告訴你 美國 片面退出 伊朗協議 造成什麼結果 你知道嗎 造成俄羅斯 英國 法國 德國 大家非常的憤怒 已經不用美元去結算 在伊朗所有的商品的價值 用新的機制 Instax 已經不用美元來結算 本席今天告訴院長這麼多 想要院長了解 您的視野要放大 您的格局要看遠 台灣不能永遠依附 在一個對台灣未知數的美國身上 全部壓在那裡 請問一下 去年大選 美國大選 我們開放了萊豬 台灣所有的籌碼 全部壓在川普身上 結果拜登當選 你的疫苗進得來嗎 院長 250萬劑的莫德納 還要買479億的 海馬斯火箭 接下來要這麼重大的國防預算 本席跟所有台灣人一樣 我們熱愛台灣 我們希望和平 希望安全 但是不是像民進黨 大家在打水果 結果呢 造成這麼大的危機 過去台海不是很安定嗎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這樣子來製造 不必要的衝突 我們回復我們的中華民國 沒有台灣共和國 沒有台獨黨綱 沒有所謂新憲法 公告周知 台灣就會很安全 因為中華民國本來就是我們的國家 我們愛國也愛台灣 但是請不要再用話術 來欺騙所有懵懂的 這些有熱血的這些青年 台灣就是台灣 就是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熱愛中華民國 請不要再宣佈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不要再講 那你現在還不愛台灣 不要再講 要什麼台灣共和國進入聯合國 修訂新憲法 今天院長 今天院長 你們已經有絕對的國會多數 台灣的疫情 如果要宣佈台獨 是全世界最好的 一五二四你們可以推動台獨公投 本席都非常歡迎 我請你不敢 所以院長 不要 再用詐數 來詐騙國人 希望你用意要尊敬 你這個 本席還會跟院長去切磋 用詐數 有些人 是已經被確認了 我們從來不用詐數了 這些基本黨綱 明天在民進黨的網站上 今天就可以下架了 不要在這裡 我們沿路走來 都城市面對 都城市面對 不要再欺騙國人 我們從不用詐數 好 這個院長 我想今天 本席要求的這些 你大致 都讓國人 都讓國人看得很清楚 是不是 來 我阿春阿倫正義 我成功比較快 來議長 你不用啦 有你講我都會很尊重 來議長 我們這個五倍券 一上路 就亂成一團 因為小攤商 都是陰陰期待說 五倍券上路 他們可以用到 其實真的太麻煩了 大家都說太麻煩了 那這個 這個成效 其實去年 審計部 在你那三倍券的時候 也講說 我們金本 這小攤商 他們沒有數位認證 所以用了很難 但是主要 剛剛其實 曾明中委員有在講 我們錢要花在島口上 我們自己看到這些 小攤商很辛苦 可是我們的這個 很多 系統 都花很多錢 我們 唐鳳正偉 這個系統 要去之前 已經開 七千七百萬的系統 然後 他連拍那個影片都二十萬 然後 可是 我們看到 其實我們現在 有很多外包的 外包都推給廠商 因為你現在 你現在台灣 官帽 那個系統 不但是 自己是 用不了 而且它 裡面還出現 簡體字 違法 我們整天說 外包是 不能夠用大陸的 但是 這麼多問題 我們都說 這是外包廠商出問題 這樣對 外交部 發包 那錢一直開 一直開 一直開下去 小老百姓 很辛苦 一點錢 這個錢 一點點都賺不到 可是 我們為什麼 對於 我們 這些部會 在這些 限制性 招標也好 或發包也好 你怎麼會 讓他們這樣 撞開 委員 你看 這縣市政府 也都是發券 他也不是花現金 你看這些到的縣市 也都發券 因為很有效 因為券 就是限期使用的現金 而且還會加碼 印章 發券不是問題 問題是你現在 這個過程之中 它浪費了 比如說 系統 卡卡卡卡 我說我現在 我們唐鳳政委 我改叫做 女神卡卡 你知道嗎 什麼都卡 它只要一出現 不管是什麼系統 全部都卡 這樣對 那個 委員講的那個 簡體制 那我們的 這個廠商 確實有到 這個 網站上 去那個是一個 開放的 一個網站 開放遠的網站 去搜尋 那這個本來就是一個 不要怪廠商 我們現在 以經濟部 這麼高層次的 你不能夠什麼都可以 檢體制 檢體制 有去修改了 對 因為我的時間的關係 我知道 院長 剛剛那個 副委員說 你是我們三十年來 任期最長的院長 我 我其實 我做過你的保障 我覺得你也是 真的是很能幹的 但是 部長 我們現在 一季派過 不是小攤商而已 我們很多行政機關 從過去到現在 長年以來 每次我們在審預算 他們的經常 我們在 業務費 都是統三 統三 那邊 我們主機長 那些蚵仔蜜蜜 說二十塊 大家這樣照 我說實在 我也很不敢 為什麼 因為主機總處 掌控的行政 預算裡面 我們很多預算 都不賺錢 不賺錢 比如說 貶東 你怎麼知道現在 我們公務預算裡面的貶東 我們如果開會 要吃便當 便當費是多少錢 你怎麼知道 跟委員報告一下 主機總處 從來沒有下令 說過單位的便當 是多少錢 主機總處 只有說 大概十幾年前的時候 曾經下一個文 說那個是對主機總處內部 說我們內部的便當 以八十塊為原則 所以到現在 那個是主機總處 沒有對外原則 對 因為齁 主機總處 你是最上位的 所有的 我們的主機一條邊 現在所有的行政機關 八十塊 八十塊 我現在說實在話 買不太多錢 據我知道 現在有些單位 他不是以八十塊來購買 當然啦 比如說我們警察 在外面的 很辛苦的 外勤的 他們就會給他買 買一千塊 為什麼 一千塊的便當 不可能吧 哇勤的嘛 跟那些小孩 腰就要吃 但是齁 我覺得有個問題 特別在這邊 利用最後的時間 我提醒部 那個院長 因為喔 我們像那個唐共振委 他代言肌腹通 我最近 為到那個 我們奧運金牌選手 那個 麒麟配 要給他們代言的問題 我去了解了一下 公務員 公務員是絕對 不可以 擔任這個代言人 也不可以參與商業活動 這是我們的法務的規定 但是唐鳳政委 去參加這個肌腹通 他提供的是 退休金融商品 他幫忙 拍照 拍影片 啊 這個好好退休的 這個專案協助 退休 雖然 感覺上 你甘心說 這是什麼政策 不過 一定 這違反 本身已經 已經 這個網軍頭 他們不會處理的 哈 我也知道 所以我在這裡 就於是 向院長報告 我相信你一定會有決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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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